水油漏水的單位位於七樓,對落兩層的單位住客都要搬走,被工程公司進行維修 在單位可以見到灰板都要更換,廚櫃全部都要搬走,而天花板仍然見到明顯的水積 至於在樓下的會議室,情況都一樣,全個房間都要重新裝修,住客都用不到這裏的設施 旁邊的房客單位也要裝修 住在這座拍文的陳小姐說,漏水是在2月初發生,七樓一個單位的熱水喉漏水 漏出來的水一直流到地底停車場 她曾經聯絡發展商Bosser Properties和大廈的管理公司,但都得不到正面回覆 雖然這次漏水的處理工作由保險支付,但她擔心會影響到保費和管理費 陳小姐又說她當初買樓花時,發展商原本預計今年秋天才會落成,但最終提早到剛剛過去的12月就入貨 她質疑發展商是否為趕著交樓而忽視樓宇質素 我們曾經聯絡Bosser Properties 發言人表示,由於有關的拍文已經入貨,轉移給小業主 所以所有問題都要交給業主立案發團 而發團在折告之前都沒有回覆 加拿大中文電台機制的爭取行報道